字幕作词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Anik 我真的很兴奋又很紧张 因为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大阪旅行 这次我第一次读字旅行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一直以来的梦想终于要实现了 我一直都很想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但是没有这样的勇气 直至到两年前 是啊 这条片已经是两年前拍下的了 这次旅程最大的得着就是叫自己不要想太多 要不然你就会一直被限制住 就像我那样 每次当我想起安全的问题 我就会将计划割置 我还记得那时是2018年的最后一天 我还在猶豫着好不好实现我的计划 直至到分针只向12点 凌晨12点 代表着新的一天 新的一年 和新的开始 好了 让自己顶一下吧 然后我立即去订机票和酒店 坐完哈里卡由瓜西机场到京都之后 我就放下了行李 然后去了清水寺 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可以进入地主神社 因为没多久就要关门了 相信大家都知道地主神社是一个很出名 所以请求良缘的神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里面有一对由成文时期流下来的戀愛占卜石 它们就相隔10公尺 传说话 如果能够黏着眼睛 由一粒石走到另一粒 它的戀情将会实现 如果要听着旁边的人的提示 来完成这个考验 即是需要靠着其他人才能得到这个良缘 如果要花点时间才到达到 即是说这个戀情 还需要多些时间才能实现 一进入门口就是这样 门后面有一个小小的衣帽间 厕所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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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整间房间很清净的 只是小了一点 不过没所谓 一个人住 第二天就计划了去桂船神社 它是位于京都北面的近郊 去桂船神社就有两种方法 第一是坐巴士 第二是走上山 大部份人就选择前者 那我咯 就选择了后者 虽然是夏天 但是天气都不错 有一阵凉风 走完山也不会觉得太累 如果你也想走上山 你一定要小心点 因为那里是没有人 大家猜猜桂船神社最出名是哪两样东西 得了 但没错 就是水尖卜和盔马 由于桂船神社主治水神高凌晨 所以桂船村的河水被当地人认为很神圣 而且这里是日本惠蜜的发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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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懂日语 不用担心 至上有true out code 不方便和国家的游客去了解前晚 那我现在就走上去 如果来阿玛寺 通常应该去完桂船神社 然后就会来阿玛寺 看看 其实我好饿 我今天7点起床 吃了个饭团 然后走到现在点几钟 我都没吃东西 真的很多路走 但是很舒服 来这里是好机会去做一下运动 好 现在我走到阿玛寺 其实这里也有蓝车坐的 但是我不知为什么我不坐 不如下山我会坐蓝车 我相信我真的很累很累 虽然真的走到很累 但是沿途的景色真的很漂亮 不过大家要小心一点 因为走到阿玛寺附近 是有很多楼梯级的 由于环境非常优整 这里被誉为是能量景点 传说说 曾正芳是管治所有天狗的阿玛大天狗 拥有强大的力量 听说曾正芳是古代武士牛若院的剑术师傅 而阿玛山就是牛若院曾经修行的地方 下山后就来到澄明神社 这里是主治阴阳师安倍澄明公 大部分神社的鸟居都刻有奉旨神明的名字 但这家神社就将写文刻在一只鸟居上面 拥有这种做法的鸟居非常罕有 澄明神社的写文是澄明吉吉 又被称为五昂星 象征着金、木、水、火、土 这五行阴阳的条和 这条是一条泥桥 而桥边的石像就是澄明公的色神 由于他的妻子非常害怕色神 所以他就将色神封印向桥下面 听说澄明井的泥水有能以百病的效果 如果井水的出口是朝向当年的吉祥方位 泥水就会变成吉祥之水 由于每年的吉祥方位都会改变 因此神社职员都会向每年的辣村之日 扭转井水的出口 日本古籍里记载住土有除摸驱压的能力 听说只要摸一摸压除土就可以消灾解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魏技回忆录》呢? 紫园除了是一条很有名的花街之一外 也是《魏技回忆录》的拍摄场地 今集的时间差不多 下一集带大家去南三看竹林 拜拜